不过 他刚刚不还好好的吗 谁让他生这么大气啊 一两句话说不清楚 不是 你遇数行不行 他一路上脸色就没好过 要不我去镇上 再请郎出来 好好看看 真没事 你别瞎折腾了 你就劝他好好休息吧 不是 我不放心哪 他身子骨怎么还这么弱呢 都气吐血了 你说 我给他弄点什么东西 好好补补 你在这儿多照顾他就行了 不是 那我给他补什么呀 总有人说我 算无一策 其实我不过就是在决策之前 知道得多一些 消息越多 越细 据此做出的排布 才越周全 幕后贼人的动机 我至今无从知晓 你又藏着诸多事情 不肯与我坦白 我这一路上 无时无刻不再悬着心 也不敢寐 唯恐因为对你了解不足 而不能筹谋周全 失算分毫 就让你陷入我无力挽回的险境 每个人都有秘密 你不肯对我说 我不怨你 但是我必须通过其他方式调查清楚 我知道这般形势必会惹你不快 但是与你的平安比起来 我宁愿 宁愿被你讨厌 没有 我没有讨厌你 你都以为我要以楚家的姓名要挟你 还要怎样才算讨厌 你对我已全无信任 强留你在我身边 对你我都没有益处 明月我便会为你签好证明武作身份的文书 想去何处当差 我都可以为你举荐 不是这样的 王爷 我没有讨厌你 我只是 王爷 你太好了 聪明 公正 尤其是办案的时候 整个人像在发光 耀眼得像太阳一样 你这么好的人 对我又那么好 除了楚家的人 从来没有人对我这么好过 我只是害怕 怕这些都是假的 楚楚 我对你好 是因为你值得如此 王爷 我哪儿也不去 我只想跟着你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一定好好干 我一定信任你 再也不惹你生气了 不必了 王爷 不必再考了 真的 你愿意跟着我 我求之不得 又不信我 信 我相信 我一定好好干 一定成为天底下 最好的武作 那 楚家的事 你不再追究了 起来吧 为我办一件事 办到 我便不追究了 王爷你说 我一定办到 我要喝鸡汤 汤色要清澈 不能见血沫 不能见油花 汤要浓又要清淡 办得到吗 能 我这就去办 来 � 每个人都要清淡 哥 丫头 丫头 当真没事啊 是我太笨了 我冤枉了王爷 不过幸好他原谅我了 我能跟着他当武座 楚家就不会有事了 真是太好了 像做梦一样 那你想好了 以后就跟着他了 那 那是不是跟他 回到长安以后 就再也不回来了 当然不是 这里是我家呀 我怎么会再也不回来了呢 哥 这里永远都是我的家 我会跟着你一起 孝敬爷爷和爹 我也会努力当武座 绝对不会给楚家丢脸的 在说什么呢 没事 爹 炖鸡汤 赶紧的 赶紧的 楚姑娘还有这样的身世 听楚家人这些话 既觉得她可怜 又觉得她挺无福气的 都说天下兮兮 皆为利来 天下嚷嚷 皆为利往 可怜 楚家日子 过得如此辛苦 还能这样善待一个 毫无利益关系的孤儿 真可让那些 整日里兄弟细强 手足相残的高门 大户汗养 也只有楚家这样的人家 才能交出楚楚这样 正直 无畏的姑娘 是啊 倒是你 你说你啊 她惹你生气 你骂她一顿不就行了 怎么还能把自己气成这样 我也不知道 啥 现在想来 也没什么好气的 当初我让锦衣去查她的时候 就知道 日后她定会怪我 意料之中的事 本不该有如此反应 我也不知道怎么了 让大哥见笑了 我还能笑得出来 都快被你吓死了 我看你就是太累了 等于说你得好好歇几天 我看啊 咱们还是回县衙住吧 那里条件好 方便也不应 不知道锦衣那里 事情办得怎么样 待与她问问情况后再说吧 还没有找到许如归的下落吗 暂时还没消息 秦柱的那几个人 都没问出什么吗 他们都只是奉命办事 只知道要杀我 秦柱楚楚 至于为何如此 他们也不知道 关于许如归的身世背景 他们也是一概不知 锦衣 有句话 现在说可能不是时候 不过 大哥 若连你说话 我都要才一办 那我真是要累死了 呸 什么死不死的 我是想说啊 既然楚姑娘为人 这么简单直率 身世也没什么蹊跷 那她怎么就不肯说出 咱们父亲的事呢 进来吧 王爷 那你们说话 我出去看看 萧将军 厨房里还有好多鸡汤 你也承袭尝尝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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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楚丫头能讲得通 也好在安君王通情达理 往后还能跟以前一样 真是太好了 哪儿还能和以前一样 你说啥 爹 楚丫头现在知道了自己的身世 那肯定不可能和以前一样 她现在是没戏琢磨 等她想明白了 她肯定想找他亲爹去 我不都跟你说过了吗 当年她爹家里遭了灾 人都没了 她娘才逃难到这儿的 那她还有其他亲戚呢